各位飆民們,你們好! 看到我在 Time Shop 那裡 沒錯,我現在就在西九龍中心的 Time Shop 那裡 一來到,看到三個這麼大、這麼搶眼的袋子 咦?還有 Wild Watch World 的 Logo 啊! 又有新檔出了! 我將來不說標,不如說袋子吧 說說三副鞋襪也行 其實這個袋子是 Fortmar 的牌子 是一個香港的原創牌子 全部袋子都是手做的 你看到它也有些簡介 Do it or leave it 我完全同意,你不喜歡的話就別做 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去做你喜歡做的事 好,我現在拿一個袋子來看看 究竟裡面有甚麼乾坤呢? 好,先看看 拉開拉鏈,都很順暢 而且你看到袋子的表面有些紋的 其實是專門的 是的,專門的 打開,香港人也說是香港原創牌子 全部手掣 不是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人也說這四個字 我覺得值回票價 打開,裡面看到這麼多禮物 因為這次是 Time Shop 我相信也是香港第一次推出中標福袋 哇,真是開心到暈了 當然價錢容後再談,看看裡面有甚麼好東西 說得中標福袋,怎會沒有錶呢? 所以有一隻 Invector 的手錶 好像是機械錶 看看一看,稍後再看看 這隻 Seiko 不知道是石英還是機械呢? 至少有兩隻錶 還有一隻 Marathon by Timex 的手錶 這隻就一定是電子錶 還有一個座檯電子錶 這些都不拆來看,總之大家知道有的就行了 然後是 Timex 出的 Souvenir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難道是 T-Shirt 件? 可以打開才知道 稍後再打開,開箱給大家看看 還有這個 File 在底部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呢? 嘩,很大,應該是 A4 尺寸的 亦都開來看看,Ware it well 難道是 3 尺寸來的? 現在數到已經有幾份東西,六份東西 這條應該是抹身毛巾來的 應該是毛巾來的,不拿出來了 因為我現在也是單手拿著機拍 所以不拿出來了,知道又可以了 還有這罐是甚麼來的呢? 難道是飲品? 開來看看,單手開,OK的 我也蠻純熟的,可能是開罐啤酒或汽水 這罐應該不是 3 尺寸來的 而是一個 Timex 的袋子 應該是,可以安裝一些小小東西 出外的時候安裝一些東西都頗方便 即是說有一條毛巾 有一個小袋子,都是 Timex 的 Souvenirs 真的要多謝 Timex 了 有兩樣東西,是 Timex 的 其他那些都是中壓或錶 看看一看 剛才看到一個 Seiko 座枱 Digital Clock 那我不太差 總之大家看看 剛才忘記說 其實這些福袋 當然,打開的時候 不是每樣東西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現在打開其中一個袋子 看到有這些 Souvenirs 有這些產品 還有這隻跳字錶 但我問過老闆 老闆也說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個福袋裡面 一定有兩隻機械錶 嘩,是不是很棒 聽到已經很棒 兩隻機械錶 無論如何都會有兩隻機械錶 當然,Model 牌子未必一樣 不過一定有兩隻機械錶 當然也有其他跳字錶 有其他Souvenirs Timex Souvenirs 這隻有Alarm Function 50米防水 真的可以做運動的時候帶 這隻當然不是機械錶 而是跳字錶 看完之後 就看看這兩隻機械錶 因為剛才那些都不是機械錶 這兩隻一定是機械錶 我拍到一個盒子 黃色的就是Invector 看看這隻是甚麼錶 真的很期待 兩隻機械錶 這包袋 這包袋有Invector的手錶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Invector的手錶 其實我最喜歡Invector的手錶 就是最不Invector的Invector手錶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最不Invector的手錶 即不是那些大大隻 50mm錶徑那些 這隻會是怎樣的Invector手錶呢? 嘩,這隻我OK 這隻就OK 看起來是比較復古的感覺 40mm錶徑 不是50mm 這隻我真的可以戴到 14mm厚 錶爾去錶爾都不過50mm 這隻應該是潛水款 有單向旋轉外圈 還有寫著是200米防水 200米防水復古的手錶 這隻我收貨 這隻福島有這隻手錶 真的令我喜出望 還有日力槍、放大鏡 還有膠帶也很漂亮 它使用的機心應該是NH35的機心 不過造型真的不錯 寫著吧,NH35A 24石 Invector 透底還有東西給大家看看 還有膠帶也設計過 也挺漂亮的 我就覺得收貨 如果大家現在應該猜一下價錢 究竟多少錢 你打開的袋子 有這麼多東西 還有兩隻機械錶 現在只看了一隻 這隻還有夜光 又是防水的手錶 還可以潛水 潛水的手錶 真的很棒 如果大家抽到這一盒 就真是發財 先拿開這隻 另一隻是SEICO 這隻也是機械錶 很期待 看完Invector的機械錶之後 這隻又怎樣呢 是甚麼機械錶呢 真的很開心 當然不會是Grand Seiko的手錶 SEICO的機械錶 哦,SEICO5 就認得這個Logo SEICO5的手錶 但SEICO5的手錶 定價都兩千多 應該 看看這隻是甚麼款 當然啦 都是那句 代代也未必一樣 你抽第二代未必是這隻的SEICO手錶 哦,這隻 就是全黑版的SEICO5 Sport 我之前見過SEICO5那些 都是錶面很多顏色 又跟很多動漫聯繩 現在看到這隻全黑版 再加黑色這圖帶 又覺得很吸引 標徑呢 是40mm 咦?它應該是小過現在 例如現在那些是42mm 這隻呢 是小一點、低色一點 即是說配戴上可能會更加舒適 對於手盤比較小的朋友來說 其實它也有些夜光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還有紙針、小時刻度 那些有夜光 例如秒針 那個Lollipop 是有夜光的 全黑色真的很帥 讓大家看看 那些扣 好,這圖帶的扣 亦寫SEICO 它也是做頭底 看到機心 這個機心 有星期日曆 就是4R36的機心 但是我7吋的手腕 它橫是40mm 當然不會太大隻 而且黑色手套、黑色錶 真是非常之型格 突然覺得自己是John Wick 穿上一套黑色細狀線 很帥 不過John Wick 是戴這個Carol F. Booker 就不是SEICO 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到價錢 兩隻機械錶 這隻定價都兩千多 Infector 我相信機械錶 兩千多 再加上電子錶 還有John 還有 Souvenir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袋本身 都是全手工製的 全手工製 跟Wildwatch World的聯成 其實這個袋本身都很漂亮 你看到它都很立體 裡面無論有沒有東西都好 外面都是長長方方的 所以你收納的那些 錶盒都非常方便 大家明白了 買完錶的時候 入境的時候 非常方便 這個袋本身 你這樣賣都要四百多元 全部人手縫上去 當然又回不上下 所以其實我拍的時候 都撞到幾位錶迷 都問過他們 你覺得這個袋 大概多少錢 裡面一定有兩隻機械錶 還有如果你計算 人工縫印的袋 其實總共有七樣東西 兩隻機械錶 總共七樣東西 我問那些錶迷 大家都猜大概四千多五千元的價位 大概四五千元 其實很簡單 兩隻機械錶都差不多三四千元 再加上其他東西 四五千元都很合理 但是我告訴你價錢的時候 他們都嚇了一下 現在的價錢 每一個福袋 大家來到其實都有幾個版本 你可以抽任何一個式的福袋 無論哪一隻都好 價錢都是 說完聽著 二千三百八十八 二三八八 對了 二三八八 剛才也說了 一隻Seyco 5的定價 都已經二千多元 現在二三八八 即是可能給多一點 已經多六樣東西 還有另一隻機械錶 哇 你說是不是很難 但是這些福袋 當然是數量有限 因為這個福袋本身 是人工製的 所以其實數量也很有限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盡快去到西九龍的士論坊 你可以抽哪一張福袋 當然裡面的東西 就未必跟今天所介紹的完全一樣 不過也是那句 一定有兩隻機械錶 以及一定有Timex的souvenir 現在每一隻都是二三八八 是不是抵到懶呢 價錢都好容易投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時輪坊 以及支持我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按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繼續找多點好處 好像今天這個福袋 希望大家也支持這個活動 以及找多點隱世的表案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今天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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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